燕池物被迫接手了聂初营的魔族 每日都被压着批改奏文 对于小燕简直就是个折磨 小燕给魔族的长老留了封信就逃走了 起得魔族的长老头发都炸起来了 真是的这聂初营真是祸害 临死了还不让老子好过 小燕嘴叼着一根草烤折磨瘦肉抱怨道 这时小燕听到远处传来惊呼声 救命啊救命 小燕虽是魔族但是一向心地善良 丢下手中的烤肉就往喊叫牲畜奔去 小燕不会想到她会遇上此生之爱 她寻找了很久的女孩 小燕感到出事的地方便她拔剑冲上去 原来是一个小仙童路过这南荒石 竟然惊扰了山中的双头巨蟒 小燕虽说是魔族但是对上比她还要年长 数万年巨蟒小燕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你快走 小燕抬剑挡住巨蟒的攻击回头冲 正躲在后面瑟瑟发抖的小仙童说道 小仙童抹掉脸上的泪痕 郑重地看了小燕一眼咬着呀向后跑去 看到小仙童不在了厌尺物松了口气 小燕并不想和这巨蟒有太多的交缠 一直在想办法离开 可是这巨蟒却死死地缠着她 小燕的修为逐渐用尽 若是她再不跑可能就真的跑不出去了 小燕将手中的剑直直地飞向巨蟒 转身要跑 没想到小燕身后竟然还有一只巨兽 正是那巨蟒的配偶 小燕丢失了手中的兵器 又被两个魔兽包围 小燕被巨蟒的尾巴狠狠地扫了出去 摔在了一旁的树上 小燕捂着疼痛的胸口一口血喷了出来 这辈子可能就这么结束了吧 这是小燕瀕临惨死前的最后的想法 两只巨兽正向她快速移动过来 就在这一瞬间小燕发现刚才 正奔向她的两个魔兽竟然站在原地不动了 燕齿雾艰难地直起身子 难道嫌我不好吃 燕齿雾顶着不远处的两只魔兽 那应该不是 一声清冷的女声响彻在燕齿雾耳边 小燕僵硬地回头看见一位 身着白衣的冷清美艳的女子站在她身后 死里逃生后的小燕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 眼前的女子也美极了 小燕感觉心脏跳得有点快 女子旁边还跟着刚才跑走的那个小仙童 姐姐 刚才谢谢姐姐出手相救 那位小仙童睁着明亮的眼眸 满眼的感激看着小燕 小燕被她的称呼气到了 你睁眼看清楚 老 我是男的 燕齿雾听着身体上的疼痛不服的站起身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哥哥 多谢相救 小仙童愧疚地拱手道歉 燕齿雾还是有点不太高兴点点头接受了 小燕看向旁边的那位女子 在下亲知魔君燕齿雾 多谢姑娘相救 燕齿雾第一次这么文质彬彬 魔君 嗯 天赋倒是不错 可有兴趣拜我为师 此女子看着燕齿雾有些感兴趣 拜师 算了算了 小燕最讨厌向天族识得拜师协议 哦 我看你倒是和我挺有缘的 在下民司的白民主谢化楼 白衣女子饶有兴趣的 看着燕齿雾自我介绍道 那你和谢姑仇逝 我是她姐姐 原来都是熟人啦 燕齿雾憨憨的笑道眉眼显出 几分春花照月的蕴色 四海八荒都不知道的是 谢化楼其实是个严控 一对上长得好看的 不论性别统统都喜欢 这小燕现在虽然看着有些狼狈 但是还是能看出 唇红齿白的长的野俊 谢化楼感觉燕齿雾这个人 完全是按着自己喜好长的 谢化楼内心暗自点头 今天就是抗野要把她扛回去 你还是跟我回民司养伤吧 反正也是因为民司的仙童 才受伤的 这件事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 谢化楼虽脸上一本正经 可是眼底的暗光 已经暴露了她的本质 知道她德行的小仙童 捂着脸不敢看小燕 不用吧 我回魔族修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小燕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意 趁着她一张脸 更加熠熠生辉 谢化楼看着这张脸眼镜更亮了 没事没事 最后以谢化楼成功把疼婚的小燕 扛回民司作为结束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小燕一直被谢化楼照顾 每天不是送不要就是 给她带来点好玩的小物件 这谢化楼的爱好倒是和小燕相似 喜欢练舞却武艺高超 小燕休养的这段时间 她俩 每天都比是武功 小燕被碾压得很惨 燕池舞好像回到了当时与东华 比武的执着 每天刻苦地钻研怎么才能打败谢化楼 带在一个女人手里对于是直男的小燕来 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谢化楼只好每天在小燕身边 帮她提升自己的武力 顺便刷刷颜值 谢化楼看小燕的时间越长越发觉 小燕实在是太合自己口味了 要是能嫁一个这样的人倒也是不错 小燕以前一直觉得 积衡这种温柔的女子 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 但是她遇见谢化楼后感觉有些不同 这个女子大方不做作和她相处很轻松 不用克制自己的本性 而且她们有共同的爱好 小燕觉得谢化楼的美不一样 既不妖艳也不寡淡 她总是在梦里梦见 第一次出见她的场景白衣冷情的女子 小燕觉得自己的心不断地沦陷了 小燕觉得自己或许 遇见了那个自己想要的女孩 小燕 你这段时间怎么不找我比武了 谢化楼有些疑惑地问想 正在一旁收拾东西的燕池物 我有些事要办 燕池物听到谢化楼的声音回头笑道 笑意趁得她一张脸更加熠熠生辉 谢化楼觉得自己的心又跳得快了 这么早就回去啊 谢化楼脸上有些遗憾 我的好兄弟要成婚了 我要去送祝福了 小燕认真地说 兄弟 谁啊 谢化楼有些好奇 就是要家坐地后的青春女君白凤酒 小燕平淡地说道 可是正靠在门框上的谢化楼 却被吓得身体后轻重重地磕在门上 小燕有些心疼地凑到谢化楼旁边 你说啥 地后 谢化楼捂着磕疼的后脑勺 惊悚地问向小燕 对啊 不过要不是因为小九喜欢冰块脸 老子才不会同意小九嫁给冰块脸 无无 小燕还没说完就被谢化楼捂住了嘴 小燕那可是尊神了 不可妄议的 谢化楼有些后怕 小燕被他捂得有些喘不过气 对不起啊 谢化楼连忙分开手推到一旁脸上 有些愧疚 尊神也是你们神族的 老子可不怕他 老子能揍死他 小燕一脸的不服 谢化楼在一旁有些无奈 你连我都打不过 怎么可能打得过帝君 谢化楼收起脸上怪异的表情 笑着说 小燕咱们一起去吧 我也要去贺帝君的大婚 好啊 正好有个伴 小燕自然是点点头同意了 帝君与帝后的大婚自然是 八荒六和同庆的大事 流水燕连败了一个月 小燕和谢化楼自然 被留在了太成功打下手 谢化楼也认识了 小燕口中的好兄弟白凤九 谢化楼觉得帝君三十多万年 都未曾娶妻或许 就是在等待这位小殿下吧 这天底下只有他把帝君 当成一个普通人 满足帝君的一切小任性 对于每天要糖吃要抱抱的帝君 谢化楼觉得这种事 就让他烂到肚子里吧 不然说不定谁死谁亡 谢化楼觉得自己好像 越来越喜欢小燕了 刚开始是觉得燕池物长得好看 可是时间越长越觉得小燕的人品 很好讲一期性格单纯 就像是一个憨憨 谢化楼觉得喜欢一个人 就要勇敢地去追求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小燕 无论在哪都能碰见谢化楼 小燕要出去放风吗 谢化楼一脸的期待 不了不了 冰块脸让我带着滚滚 新婚的这几天 帝君就带着凤酒 去了碧海苍林将滚滚丢给了小燕 那咱们一起带吧 谢化楼提议 也好 这小鬼可贼了 谢化楼见到了太成功的少君白滚滚 白嫩嫩的银发娃娃可爱极了 化楼姐姐 你是不是喜欢小燕叔叔啊 谢化楼正抱着滚滚坐在草地上 看着不远处的小燕放风筝 滚滚你这么小就知道什么叫喜欢吗 谢化楼笑着问向滚滚 滚滚当然知道就像是娘亲对爹爹 阿兰若婶婶看晨叶叔叔一样 化楼姐姐看着小燕叔叔的时候 眼睛都是放光的 阿黎舅舅说了只有喜欢一个人 看着她的时候才会 像是看到满天星辰一样双眼放光的 滚滚小脸正惊地看着谢化楼说 谢化楼听着滚滚的推论笑了 你说得对 那你怎么不告诉小燕叔叔啊 滚滚有些疑惑喜欢为什么不在一起 我在追求他等着他回应我滚滚 小燕他有没有喜欢的人 有吧 当年在范茵谷的时候 小燕叔叔因为一个叫姬衡的人哭了好久 当年滚滚虽然小但是还是 记得小燕为姬衡买罪的事情 谢化楼听说过小燕当年对姬衡的追求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谢化楼才不敢明 说他怕小燕没有忘了姬衡 到时候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 滚滚感觉谢化楼的情绪有些低落 思命叔叔说 喜欢艺人就要告诉他 哪怕被拒绝也不要退缩 滚滚又用他娘亲追爹爹 这个成功的势力劝慰着谢化楼 你说得对 谢化楼坚决地点点头 看着远处阳光下的少年 小燕叔叔 你干什么呢 滚滚疑惑地看着燕池雾 不断地在院内搬着东西 我在给你化楼姐姐准备惊喜 小燕忙得没有空看滚滚 小燕当时问了东华要追女孩 应该怎么办 东华说 女孩子最喜欢浪漫和惊喜 本经当年为了小白在女儿节 那天将繁星铺变了整个范英谷 小燕可没有东华那样高深的法力 顶多只能将太成功的院子铺满而已 所以小燕便开始收拾院子一会儿 准备邀请谢化楼来 小燕叔叔 加油啊 滚滚兴奋为小燕加油主威 小燕在滚滚的鼓励下更有动力了 夜晚降临了 谢化楼到处找不到小燕 她本来想今天向小燕说清 如果燕持无接受那么就在一起 如果不接受恐怕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化楼姐姐 小燕叔叔在太成功的后燕等你呢 作为小话筒白滚滚上线 后院 她怎么在呢 谢化楼有些疑惑 小燕叔叔说有重要的事 滚滚神神秘秘地说道 谢化楼只要跟着滚滚走进了后院 滚滚没有进去而是示意谢化楼自己进去 谢化楼迷惑地踏进院子 就看到漫天的星辰闪烁 谢化楼痴迷地看着繁星 走到了院中间就看到院中的花 都开了花铃一个个飞出来 围绕着谢化楼跳跃 谢化楼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美景 这花铃是燕池物向成羽求了好几天 才借到的 为这个还被连送那个醋坛自空了好几天 燕池物从暗处走到谢化楼面前 一项大大咧咧的燕池物 这个时候竟然有些羞涩 谢化楼沉迷于眼前的景色 被突然出现的小燕吓了一跳 但是看着燕池物的神情谢化楼 心里倒是有些期待 化楼 我 我喜欢你 可以做我的魔后吗 谢化楼没想到自己的期待 竟然真的成真了有些呆住了 小燕看到谢化楼没有回答有些担忧恐慌 咱们虽然认识的时间短 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可以做我的夫人吗 小燕小心翼翼地看着谢化楼 谢化楼笑了这一下直接击中了小燕的心 小燕觉得心跳得好快有些按不住了 谢化楼走近小燕抬手抓住 小燕的衣领凑到 小燕耳边说 我也喜欢你 小燕感觉那一刻自己 好像听到了烟花绽开的声音 小燕舔了舔有些干的嘴唇 你再说一遍 谢化楼抬起头吻在了小燕的脸旁 轻声说道 我喜欢你 这次小燕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小燕笑了 激动地抱着谢化楼 转起了圈圈 两人抱着对方 眉眼间洋溢着幸福和欢喜 太好了 老子终于找到你了 找到了那个像我喜欢他 那样喜欢我的女孩 找到了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 有给你了 是的 对 你好玩吗 выс